食品安全对中国的重要性 中国人就俗话 叫民意实为天 实以安为贤 食品安全时光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时光国家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 其次民主席指出 能不能在食品安全上 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 使得国家自治能力的重大考验 食品安全 源头是农产品 基础是农业 要用占严谨的标准 再严格的监管 再严厉的处罚 再严实的问却 触报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中国各地政府继续采取有效措施 从政策 资金 人才等方面 为食品安全工作提供保障 中国在食品安全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 食品安全对中国而言 还是新兴领域 中国农业农村部开展食品安全工作 也就二十多年的历史 时间不长 但进展是前方位的 一是强化监管体系建设 农业农村部门建立了从中央到省市县 以对于正称的食品安全监管网络 监管仍然近二十万人 二是强化法律制度 与标准体系的建设 颁布了以食品安全法 农产品指南原法 为核心的十几部 食品安全相关法的法规 制定农药残留 社会要残留限量 及检测方法标准1068项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舍药残留限量值 高领和等于国际食品发展的标准 三是强化绿色生产 四是农药化为减量真效行动 大力发展绿色食品 有机农产品和地底标准农产品 福生企业总数达到2.1万家 四是次数针对突出问题 开展食品安全章项整治 年底打击各类违规违法行为 中国食品质量安全保证稳重消耗态势 连续多年食品安全监测 总体合格率温定在97%以上 也没有发生重大的食品安全 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中国在食品安全领域 与FU的合作情况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与FU的合作 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 在FU的帮助下 中国成功解决了人民推动的温饱问题 提前达了联合的千年发展目标 本世纪以来 中国政府又非常重视 与FU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合作 前面推动中国食品安全血量的提升 尤其是在标准制定方面 是2007年以来一直带来 CEC的农药产品 食品添加剂的两个专业会的主持 为推动CEC相关标准制定 所属到积极贡献 下一步呢 中国政府还期待 进一步深化与FU 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合作 重点在标准制定 监管能力提升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和信息交流的方面加强合作 助理FU 在食品安全国际多名合作中 发挥更难的作用